好 下面我们来介绍融合网络 思客的融合网络 我们来说一下思客的产品 第一个问题就是网络是连接万物的平台 就是以前网络 那就是连PC用的 现在是万物互联 各种物联网 所以现在我们的网络是连接各种各样的设备的 就是不再是连的是真的人 也有可能是连的是一些设备 这很正常 OK 而且最近都报说互联网上的流量 这个不是人制造的流量 比人制造的流量已经多了 就是现在大量的不是人制造的流量 比如说那种爬虫 那种网络上的记忆人 或者说这些设备产生的流量 那么已经比人制造流量多了 所以说有些人 无言耸听的说 什么机器人已经霸占了互联网 确实就是这种机器人 或者说不是人的这种流量 已经比人制造流量要多了 所以要了解很多设备要连进来 还有一个呢 其实接入这些呢 既可以用WiFi来接 当然也可以用这个4G或者未来的5G网络来接 那下面呢 我们又来聊一聊这个WiFi与 4G或者5G网络的区别 可能有些人觉得都是网络都是接入这些设备 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什么情况下我应该用WiFi 什么情况下我可以用4G呢 首先要了解一点 WiFi的技术和4G的技术最大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合规性 什么样合规性呢 就是WiFi的频段 2.4G和5G 国家不管 就是你完全可以自建 就是我自己建一个WiFi网络 我自己建一个 这没问题 WiFi网络没有合规性问题 这是开放的2.4G和5G网络 就是你自建 你自己建你的网络 国家不会管理的 好 但是呢 这个4G和5G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国家管控的频段 首先聊聊一个基本点 就是这个射频资源 国家是管控的 绝对不是说你想自己建一个电台 你自己建一个4G和5G网络 这是不可能的 国家对这个射频资源是管控的 你要一定要去发牌照的 OK 但是我们的WiFi的2.4G和5G 是不发牌照的 就是随便用的 你可以自建 你可以自己来建 想怎么建怎么建 这个国家不管你 2.4G和5G是开放的 OK 但是呢 这个4G和5G这个网络 是国家一样发牌照的 国家不发牌照 你是没有办法建的 因为国家对这个射频是管控的 这是第一点 你可以自己建 和一个必须是 这个国家发牌照 就是说你自己肯定不可能建 4G和5G 只有运营商才可以建 那个牌照 不为普通人能够 普通人普通企业能够申请得了的 这是一个要了解的 合规性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辐射的问题 WiFi的辐射是比较小的 家里边放WiFi 其实是没有什么安全性隐患的 虽然说有些人觉得WiFi 怎么就辐射了 怎么会对人有影响了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 不需要什么担心的 WiFi的辐射是相当相当小的 只有离AP特别近的地方 才会有一个对人类 可能会有一定影响的 这么一个辐射强度 但是4G的这种激战的辐射强度 是相当高的 所以你会建很高的塔 然后在上面来做这种 这个它的天线 它的辐射是比较强的 所以这种东西 4G的这种覆盖 也不可能在室内来做 这个确实是辐射是比较大的 这个辐射安全性的问题 然后从速度上来讲 那么从理论速度上来讲 那么这个WiFi的速度 怎么也是比4G 5G要高的 请注意大家都是共享网络 都是说 就是浩生现在 怎么4G特别特别快 5G特别特别快请注意 就跟我刚才说的 WiFi的6.9G 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就浩生特别特别快 但是其实很多人一用 就全部就被分下去了 也就不快了 它可能跟那个交换机不一样 交换机这种全双公共的效果 就是人多 它不一定性能会下降 但是这个WiFi和4G 共享式的一定会下降 就是你人多一定会是分的 所以从理论 咱们从理论值来讲 WiFi的速率 怎么也是比4G的速率要高的 OK 你怎么想 WiFi的2.4G和5G 你一会看4G的这个频段 4G的频段 最高好像也就2.4G左右 2.4G左右 它没有更高的 那个频率越高 那它最基本的 它速率也应该会高一些 所以从理论上讲 那个WiFi的绝对速率 肯定比4G的绝对速率要高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企业内部的数据 你可能非常需要安全性 你不可能把你们企业的数据送到其他运营商的手里面 所以说呢 为了你企业内部数据的安全性 你也需要自建WiFi网络 你不可能把你内部企业内部的非常重要的数据送到一个4G网络里面去 这也不科学 好 还有一点 室内覆盖应该用WiFi 还有一些特殊环境的覆盖 比如说 你在一个特别奇葩的一个山里面 搞了一个矿 就特别偏远的那种沙漠地带 或者说特别偏远的一个地方 你搞了一个矿 或者搞了一个什么东西 你也指望这么偏远的一个地方 运营商到这来给你 覆盖一个4G网络吗 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OK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也只能在这些地方来自建一个WiFi网络 来接入你的无线设备 就说在特殊环境下 可能就不可能有4G网络 特别偏远的一个地方 搞了一个矿 搞了一个邮警之类的 这个时候你也只能自建WiFi网络 4G不可能给你覆盖的 运营商不可能给你做那个东西 他亏本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这也比较了一下WiFi和4G的优劣 好 下面要看4G的解决方案 4G现在推理叫融合网络 我们讲的也要融合网络 现在是整合了 以前有网络管理人员 有无线的网络的管理人员 有安全的管理人员 以前是三拨人 而且是三个不同策略 有线的策略 无线的策略 和VPN和访客的策略 而且有非常多的网管终端 有局网管理的设备 无线管理的设备 以前斯科的传统网络管理 叫Sysworks2000 以前的无线的管理叫做WCS 以前的身份的管理是ISE 以前都是分开的人 分开的设备 分开的策略 分开的管理 OK 那么现在要的结果 就是我们要整合 我们要统一 就是要实现这种 看一下 就是一致性的策略 就是现在我们由于我们 iOS Xe这个系统 我来说一下现在这个系统 现在企业级网网 用的系统叫iOS Xe 现在这些路由器 现在这些交换机 都是iOS Xe的 请注意不是iOS 是iOS Xe 不是iOS iOS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 基本上现在斯科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 好 我来给你解释的两个有什么区别 你感觉没啥区别 感觉这个命令行 都是 那些命令的操作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从命令角度上来讲 你感觉不到任何区别 只是说这个功能可能更多一些 命令会多一些而已 但是操作起来跟以前是平滑的过渡 但是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是Ninux的 这是斯科自己的iOS的系统 就是现在斯科几乎所有的东西在卖的 包含这些路由器和交换机的系统 还有包含它的各种服务器 全都是Ninux的 OK 现在以前有自己的像iOS这些 基本上都不要了 全部都不要了 全部都用Ninux为内核 因为Ninux确实特别强大 功能特别强大 就是这个 这个它的内核 绝对不是你什么iOS这些能够比得了的 功能特别强大 而且不要钱 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是Ninux的 所以说iOS Xe是Ninux的 我顺便再说一个比较有趣的 就是以前我觉得 以前我觉得网络设备 那比一般公司根本出不了 首先呢 它要硬件的这些盒子 首先里面有专门的ASIC 这个硬件是有难度的吧 最有难度的 就是以前你要做一个交换机和路由器 你得开发属于你自己的系统 基本上对于普通厂商而言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像斯科这种 这种才会有自己的系统 有自己的系统 有自己的这个硬件 有自己的ASIC 这个开发起来难度会很大 但是现在呢 你会发现 任何阿猫阿狗的公司 都可以做交换机 为啥呢 因为现在都没有自己的系统了 现在都用强大的Linux 所以Linux 首先这个系统这个大事已经被解决了 好 然后交换机里面的芯片都是通用芯片 就跟现在你想想 阿猫阿公司都能出交 都能出手机一样 你感觉手机很牛逼吗 手机相当不牛逼 手机都是传的 那些芯片都是一些通用芯片 同样的交换机也是 交换机也是大量的通用芯片 你自己很容易出个交换机 你买一些通用芯片 用Linux 瞬间你的交换机也能出得出来 所以现在已经很没有技术含量了 就是系统也是Linux 然后这些芯片也通用芯片 你只要花钱买全部搞定 所以现在手机 但以前像出个手机多高端 现在出手机是什么高端的 只要是个公司 开公司都能出手机 因为这个系统也是通用的 现在系统是安卓 然后这些芯片也是通用的 所以现在就是系统也是Linux 然后这些芯片也是通用芯片 当然 思科基本上 他还是有些自己的私有芯片的 我给你解释一下 顺便说一下私有芯片的问题 思科这个Lexus系列 以前我上课的时候 应该是7000系列 现在思科是9000系列 我也解释一下 7000是比9000贵的 7000的性能是很强大的 为什么 我给你解释一下 思科的Lexus 7000系列 类似了大量思科自己搞的芯片 那个是 芯片是很牛逼的 功能是很强大的 但是9000系列 说实在的 当时思科出Lexus 9000 主要是一个低成分的解释方案 就是思科的9000系列 大量的通用芯片 请注意啊 专用芯片跟通用芯片 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就像那个苹果手机 它苹果自己维护一个自己的CPU 和你在外边搞一个那种高通的这种CPU 那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自己维护一个CPU的开发 这种专用级的 那么跟你这种通用芯片的价格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7000为啥这么贵 那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像国内一些厂商 为什么这么便宜 那也是有它的原因的 就是专用芯片跟通用芯片的价格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刚才说车流人员 就是iOS XE系统 现在iOS XE 其实路由器也是这个系统 交换机也是这个系统 然后在iOS XE里面 既可以是交换机 也可以是控制器 好 然后管理 管理是用PI来管理的 以前那个管理的话 有有线网络 有线网络的 这个无线网络 有无线网络 现在都是PI 这个统一网管 现在ISE 现在ISE 既可以 ISE是一个安全网管 它既可以为有线做安全策略 无线做安全策略 微线做安全策略 可以做访客策略 都是可以由ISE来做的 全部统一 好 现在还有一个叫做 移动设备管理MDM 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准入控制技术 什么叫准入控制技术呢 就是以前的话 什么叫准入 其实准入的技术 我听说应该是2004年 应该就有准入技术了 就是 比如说你的一个PC 以前准入都是PC 就是有线网络 接近来的时候 首先要认证 输入用户密码 这个才能够接入网络 但是当时就觉得 这不靠谱 虽然说 你是咱们公司内部的电脑 你是咱们内部公司的用户 但是难免 你难道内部没有病毒吗 没有病毒吗 你万一有病毒 然后你接到我们公司内部 那么你不就把病毒 引入咱们公司内部了吗 这不是很危险吗 所以在04年的时候 就出了这个Lack 准入网络准入控制 就说 在接入网络的时候 我要对你的基金评估 看看你的机器 有没有打补丁 有没有杀戮软件 有没有防火墙 这样才能够接入 当年其实这个东西就 04年的时候就有了 很早就有了 好 只是说 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现在接入的 不再是在PC 而是什么手机 平板 这些烂七八糟的东西 OK 这些东西接进来 那是通过无线 接进来 或者通过VPN接进来 那怎么来有效的 广控这些移动端 的安全性 如何实现移动端的准入 这叫做M.M 移动设备管理 什么意思啊 就是首先 你这些移动端 要接入我们公司内部 你也得装一个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呢 这个客户端呢 就可以对这个 移动设备基金控制 比如说我可以控制 你只能装哪些APP 在我们接入我们的网络的时候 哪些APP才可以打开 那么哪些APP才可以产生流量 我可以对你的APP 进行有效的管控 就是移动设备管理 其实也就是准入控制的移动版 对移动设备进行管控的 好 然后呢 就是网络策略执行和控制点 都是由交映机来实现的 融合啊 就是与人互联 与云互联 与物互联 然后呢 主要是三个产品啊 看一下 主要是它的这个 统一网络的交映机 就是Catalyst93 9000系列 和它的3850 3650 融合网络 ISE 统一策略管理 PI 统一设备管理 这是它的主要的三款产品 ISE PI和 IOS XE的交映机 好 有什么好处呢 你可以看一下啊 首先 它以前 它有两个系统 以前 脑子叫IOS XE 现在呢 是 统一网络之后呢 是IOS XE 以前叫IOS 现在心里叫IOS XE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IOS 就是现在你正常的控制器 思科 这个网络 现在它这个 这起个名字很奇怪 好 你看一下 就是这些控制器 这些 三五零四 五五二零 八五四零 这些控制器 那么就是这个 IOS的 应该这么说 这是思科的传统的控制器的OS 叫IOS 然后呢 融合网络的呢 就是这个 三六五零 三八五零 现在 九三系列 也是可以做的 那么这是融合网络的这个 控制器 那么是IOS XE的 OK 好 有些人可能就会认为 那可能未来说 思科可能都是用这种 IOS XE 因为这个新呢 可能IOS呢 就被淘汰了 这个是错误的 这是完全错误的概念 就是思科现在 是 应该就 应该叫做三条产品线 一条产品线呢 就是它的这个 融合网络的 这是一个方案 融合网络的方案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还是传统的控制器的方案 OK 还有一个 这里还看不到 就是 控制器 不是控制器 我们看AP 就是云端的meraki 就是云端的meraki 这个云端的控制器 这种AP 需要它的AP 云端的控制器 由思科呢 关于这个系统 其实就完整的三条产品线 一个传统的 iOS Xe的控制器 一个是融合网络的 iOS Xe的这些交换机 还有一个meraki的云端控制器 三款 OK 所以说现在这个很多了 然后呢 用PI来 全 全网可视化 全网统一管理 有线 无线 VPN 防火墙 全部用PI来管 IS也是有线 无线 VPN 统一它做策略 然后呢 交换机的堆叠技术 来实现高可用性 然后呢 还有专门的芯片 来实现数据层面 和控制层面的分离 好 我来说一下 就思科的AP 为啥这么贵 思科的一些交换机 为什么这么贵 主要就是这些专用芯片 而且通过这些专用芯片 实现了有效的数据层面 和控制层面的分离 就是说 有专门的芯片来 来转发 有专门的芯片 来做管理和控制 好 这个咱们说完 紧接着我们介绍具体的产品